最新娱乐资讯,三立八点荡大戏一家人剧情,进入最后高潮,叶家小妹小东方瑞宣终于男友将蜜蜡正义取进门,没想到婚礼进行到一半,陈佩琪竟接到赵俊亚的电话,表示看到坠崖的陈佳军,让他顿时惊慌失措,婚礼主持彬彬出包,终于在良心不安下,向家人坦言自己好像杀人了, 最后满脸伤痕的陈佳军,被柯素云推入进场,并当场指控陈佩琪杀人未遂,大闹婚礼现场,陈佩琪将自己的罪行说出来后,原本甜蜜的婚礼气氛顿时变得沉重,让所有人一头雾水,陈佩琪依依向家人忏悔,旁复在交代一言,此时柯素云推入陈佳军现身婚礼现场, 指控陈佩琪为了怕自己假怀孕仪式,被揭穿而杀他,柯素云听了上前一把扯掉陈佩琪的假肚子,假怀孕仪式,终于被众人揭穿,陈佳军继续将陈佩琪所做的事一一爆出,让他哑口无言,一旁的陈宇峰听了忍不住起身, 认为陈佩琪一连串的行动很诡异,你的所有行为,难道真的,只是因为爱不到威廉,并质疑他背后一定有个藏镜人,陈佩琪听了激动的动到胎气,在婚礼现场,婚迷,被紧急送往医院, 医生表示,陈佳军与胎儿的状况都很危急,妈妈跟宝宝,可能只能留一个,柯素云毫不犹豫地选择宝宝,还要医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,一定要保住林家的子孙,让陈佳军报,怒拒绝手术,并要求,赵俊亚于陈,佩琪来医院,要当场看到他们离婚,才肯动手术,还要陈佩琪下跪,直言, 我一定要找你算账,最后终于体力不支,被送进手术室,幸运的母女君安美死的陈佳军会,怎样,赵陈佩琪付求,柯素云得知处心积虑保住的孩子,竟然不是林家的子孙,又会有怎样的反应,精彩内容请锁定三立八点大戏一家人。